我推断他会 老钱很肯定地点头 我现在调查失踪人口 就好比是大海捞针 但复城却不同 或者我们应该还称呼他为纪教军 如果从出狱之后就开始找 就比我们提前了很多年来找 而且他了解傅坤的习惯和人际关系 想找到傅坤 至少比我们的线索要多多了 假设他已经找到了呢 江东明突然有点兴奋 好像无意中抓到了一个 最微不足道的小小的线头 但由此一路扯下去 当在事实面前的那块遮羞布 就渐渐地露出越来越大的空洞 所以我新的调查方向不是人 而是银行账目 要还养育之恩 又不愿意见到那张厌恶的脸 应该会给赡养费吧 那你来查 还是我来呢 老钱沉吟了下道 戴信荣的案子已经结了 非厉害关系人经法庭的程序申请 无法重启调查 我也已经退休了 局里的资源不能动用 不过 我想想办法 如果能从官方入手 查银行账目往来 会比较方便 但是我们最好 双管齐下 你从公司内部 也调查看看 我试试 江东明按了按额头 不太自信 公司让纪兆军治理的 就像是他的独裁王国 很难渗透的 涮回为了黑进他的电子邮箱 好把陆小凡以他的名义 弄到纪家来 朱迪已经用过一次黑客了 相信纪兆军会亡羊补牢 很难再这样下手 元老 为了把陆小凡弄回纪家 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想到的招数也只用了一次 因为那些所谓的元老 目前掌权的儿孙们 也得到了纪兆军的警告 他这位表弟还真是难搞 若还是从前那个多好 花花大草包 给我说说 傅宽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他忽然好奇 现在的蓝书云 他并没有见过 但是看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 毕竟他调查过纪兆军 也打听过他好友傅城的情况 以及纪兆军正在照顾的人 这些都是明面上的事 纪兆军倒是没有隐瞒 因此他也没有太当回事就是了 不得不说 蓝书云年轻的时候 真是个大媚人 那还是从纯粹的素颜照上来看的 而不是明明化了裸妆 却硬说成是素颜 那样的相貌和文静柔弱的气质 放眼当今影视界 拎出任何一个当红明星也比不上 他很好奇 这样的美女 怎么会嫁给傅坤那样的普通男人呢 哪怕她是带着孩子嫁的 美貌可是稀缺资源 在任何时代 任何地方都是最引人注目的 要是愿意 就可以换取最大的利益 要是不愿意 也逃脱不了贪婪者的际遇 你不上班吗 老钱却是没有回答 而是反问道 江东明耸了耸肩 我们部门本来就不是很忙 昨天我要工作了整天 今天自然可以自我放假 当头头就这点好处 自己说了算 你先回去 我们下午视频 一会儿我先要帮着老冯 整理花园和菜园 而且我还有擦车呢 做好私机本职的工作 老钱一边说 一边眼神示意 身后的小屋和不远处的主屋 小屋里有老冯 尽管是个曾经的精神病人 但他也听得懂人话 主屋里有朱笛 那是个神出鬼没的女人 不得不防 妈的 近在咫尺还得识别说话 真气宝 江东明低声地咒骂了一句 却还是认命地 回到了楼上自己的房间里 傅坤这个人啊 真是有故事 在江东明抓耳挠腮地 好不容易熬到了午饭后 老钱终于连线了他 怎么呢 江东明的八卦之心 被高高地吊了起来 他和蓝树云是同乡 高中同学 毕业后考上了医学院 年纪轻轻就已经是市医院 小有名气的产科医生了 大约还一直和同在本市的蓝树云 保持着朋友的关系 你说的是傅坤 江东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查他资料时 我也吓了一跳 老钱平静地说 后来不知都为什么 他突然辞职了 离开了本市 放弃了高薪且受人尊敬的铁工作 如果不是傅成十八岁时的 故意伤害事件 很难查出这么多年 他到底去了哪 事实上 他一直辗转在各省 那些不入流的小卫生所里面 后来因为酗酒无度 沦落到了打各种杂工 最后的半年 他在当年医学院朋友的帮助下 找了一份救护车司机的工作 就在陆小凡的家乡 这么巧 江东铭愕然 小凡和傅成 不是那个时候就认识吧 没有发现过他们有关联 老钱摇摇头 小凡前二十年 虽然生活在社会底层 但是过得很顺 很平安 不像傅成那样挣扎着 才能生存 他们之间怎么会有交紧 事实上 命运就是无法用理性去推论的 所以最没有可能交集的两个人 却有着无法分割的缘分 并且跨越了十年的时光 我好奇的是 傅宫为什么放弃大好的前程呢 江东铭抓住了重点 我也好奇 但原因查不出来 因为年代久远 很多事情人们会淡忘了 所以连个人证都没有了 我只知道 他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成家 可随后的记录 却是有妻有子的 那傅成的生日是多少 江东铭目光闪烁 如果你是想问 傅成和纪兆军的生日 是不是同一天 我可以负责 且明确地告诉你 相差四个多月呢 江东铭扯了扯浓密的头发 但傅坤和蓝淑云的结婚日 正是他辞职的当天 看起来像是辞去了工作去结婚 傅成的生日呢 却是在他们结婚之前的半个月 所以蓝淑云是未婚先孕 生完孩子才嫁给傅坤的 生日这种事 很容易造假吧 那确 特别是傅坤是妇产科医生 有能力在家里帮蓝淑云结生 或者直接篡改了婴儿的出生证明 那么 能查查蓝淑云的医保记录吗 做运检什么的 应该会有医保吧 各地的规定不一样 有的城市会有很多优惠 但大体上都会有 不过这年代太久远了 查起来非常困难 再者 若蓝淑云没有医保卡呢 所以 这不能作为突破口了 天哪 这也太烧脑了 如果整件事情都是一个阴谋 始作俑者 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可以假定和推论 看看能不能勾画出一个完整的 靠谱的故事 每当认真起来的时候 那个扔在人堆里 都没人多看一眼的中年男人 司机老钱 就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具有多年丰富经验的犯罪克星 前刑警队长的气质显露无遗 哪怕隔着视频网络 也让人油然而生的幸福感 席耳恭听 哦 就像之前说的 我们放置关于纪兆菌的DNA 一直检查无误的问题 但是 纪兆菌和复成 必须是铜卵子双胞胎 才能建立后面的推论的基础 那我们就假定他们是 而且这样一假定 DNA的比例结果 完全相同 反而就正常 令人疑惑的 只是他们怎么成为双胞胎的而已 江东明也认真了起来 也许 是在我姑父那里出了什么纰漏 整件事 是连他也不知道的 不然以他的强势个性来说 不可能放任儿子 流露在外而不管 推定他们就是双胞胎 老钱呜了一声 但正如你说的 之所以复成一落在外 是因为纪为之根本就不知情 还有一点 纪兆菌和复成在法律上的母亲 分数不一样的女人 那么谁 才是双胞胎的真正母亲呢 肯定是蓝书云 江东明想也不想 纪家子嗣单薄 我姑父又是有名的道德典范 除了我姑妈之外 没有别的女人 而我姑妈快四十了 才有了我表弟 如果她生了一对儿子 乐也乐疯了 怎么会丢下一个 就算生下来天上有残疾 纪家和江家 也不会为了面子而丢弃骨肉 只会想办法治疗 治疗不了也会痒起来 可不可能 这婴儿才出生 就被偷走了一个呢 比如蓝书云是那个时候 精神就正常的女人 她看着宝宝太可爱了 就抱走了其中一个 绝不可能 江东明断言道 我姑妈生宝宝 一定会进高级的 私立的庄科医院 不是那种 一个房间住上 十个八个产妇的地方 那样的专科医院 不仅管理非常严格 闲杂人等也难以接近 蓝书云又不是学医的 怎么可能会有机会呢 我觉得也是 但是我必须提出各种可能 然后再排除 老钱的态度很严谨 江东明却用力地想了想 想了很久之后才到 当年我还小 但我应该没有记错 我姑妈二十八年前的某天 生成身体出了问题 突然就去了国外 随后正是差不多四五个月后 他宣布生下了一个儿子 并且在国外待到孩子 快三岁才回国 现在看来 我姑父很有可能 先有了私生子 然后安排我姑妈 去国外再宣布怀孕 几个月后 只说是早产儿 时间上应该没有人怀疑 我表弟在外国待到三岁 是为了掩人耳目 毕竟三岁还是三岁半 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来吧 我姑妈不能生养 自然有些气弱 再者 她也不介意我姑父外面 有那种上不得台面的女 只要有地位 有儿子 这儿子还是她亲手养大的 那其他 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说到这儿 她忽然露出了讽刺的笑意 女人们天天嚷嚷着 女性地位提高 到头来 还不是和古时候 身材大院的贵妇一样 儿子和地位最重要 老公也可以不理会 也可能是代孕生子 老钱提出了另一种可能 有些代理孕母 就算签订了协议 也拿了钱 可到底是母子连心 母亲在孕期和婴儿的交流 别人是无法理解的 到生出来的时候 她就舍不得了 又见生出的是两个孩子 私下里扣留下一个也是可能的 别忘了 傅坤是市医院的产科医生 她若是帮助做手脚 那可就方便多了 不不不 江东明皱了皱眉 轻轻地摇头 反驳道 你还不了解我姑父 若是代孕 她那种控制欲极强的人 会随时监控孕母 怎么会连她怀的是双胞胎都不知道 而且我之前说了 想在我姑父面前耍花样 真的很难 那 这个故事 要这么讲 老钱深吸了一口气 脑海和眼里都是很清明的 既为之和蓝书云相恋 不管这种恋情是否正当 反正蓝书云怀孕了 因为第一个未知的原因 蓝书云隐瞒了怀孕的事实 两个人分手 可是随后蓝书云又因为第二个未知的原因 生下了这对双生子 最后她再因为第三个原因 把这孩子送还给了既为之一个 自己却因为强烈的母爱 而留下了另一个 大约接生的人是奉坤 孩子很可能还不是医院生的 所以你姑父查不出蓝书云生的是双胞胎 而蓝书云一定了解我姑父的个性 知道我姑父不可能离婚 也不可能容许自己的骨肉不控制在自己身边 那么为了防止仅剩的孩子被夺走 她只有离开这处城市 并不断改换留居的地方 江东明分析着 傅坤年轻的时候 大约是个情圣 必定是暗恋蓝书云多年 毕竟蓝书云年轻的时候那么漂亮 所以 虽然蓝书云是个带着孩子的女人 但对傅坤来说 也是潜在难逢的机会 于是宁愿放弃前程 也要抱得美人归 她连工作也丢弃 自然也是担心我那可怕的姑父 怕她的财力和势力 怕她牙齿必爆的个性 敢偷她儿子 她真能整得别人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呀 傅坤可能打算到别的地方继续行医 哪想到最后竟然一事无成 毁了半辈子 老钱沉默了 因为到了这个时候 整个故事似乎思络的完整了 尽管还没有事实的依据 但所料应该也有六七成的准确 不过想起了考上名牌大学 最终却进了监狱 毁了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傅成 和现在身在疗养院守着 随时会发病的蓝书云 她不禁地产生了同情之意 叹息道 傅坤此人 其实就是那种矛盾的人 她先是冲动之下 或者说为了美色 接受了那对母子 选择放弃了自己的事业 她没有充分地考虑后果 后来又经不起打击 万分地后悔 进而把失败的沮丧愤怒 全部发泄在了妇孺的身上 即便如此 她又不想承担抛弃的罪名 养大了孩子 却也虐待了多年 她既不聪明又不坚定 还没有男人的担当 结果害人害己了 唉 对于这种人 简直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只好长叹一声 我び一天 为了我 它不是